感谢所有今夜十点见的观众朋友 再度打开您的频道 收看由姜翰为您制作主持的今夜十点见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一再说我们访问许多的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也许某个部分刚好与你契合 也许我们透过别人的故事 给我人生有一个反省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不同的故事 特别是在美国生活里头的点滴 我们多么希望在美国的生活都是平顺的 但有时候人生的命运难说 有的人就是碰到 但碰到了之后 如何用更积极的眼光来看 这么长期以来的这位受访者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最大的东西是 我认为那样的经历对我来讲 是一个简直是没法想象的日子 但他从来没有觉得痛苦不堪 不平 然后又如何的去想要觉得自己是用什么个态度来看 他总觉得继续往前看吧 那些过往的人事物就是生命里头的点击 但今天把他找到节目中来 就是希望透过那些比较详尽的内容 让我们看到也许你我都不会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人家经历的他是怎么来看 他的故事我们继续的说下去 先让陆宏大姐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的故事人家已经走了八个礼拜了 快两个月了 有八个礼拜了 我们已经从从这个老鼠走到老虎 希望我们结束在老虎里头 别再走到下一个故事里头去了 下一个年度里头去了 上次在节目当中我们终于清楚了 为什么这一对做移民的律师楼 会涉入了经着金色冒险号 反而涉入了一件事情 我们说了金色冒险号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新闻事件的偷渡事件 其实我想偷渡人潮未必可能是最多的 但是那一次就说船东就在那边摔包 把一群人丢在纽约的Rockland 这个海岸的边上 而造成了两百多位的我们的福州 大部分都是福建乡亲们 他们有的人有十几个人在那一次的当中死亡 有一些人又被送回去 很多人被关起来 有的人得到了释放 有的人继续的关 有的人回去又再偷渡成功过来 有的人在再一个的偷渡过程当中也过去了 这些的故事太多 所有移民者的故事到底是当事者国家的问题 还是人们向往一个美国的梦 我们都不知道 所有在经历这样过程当中 有的人安定 有的人仍然在生活的边缘中 struggle 但那些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时代的故事说不完 就像我们这个特别来宾 他说到文化大革命石头 他所经过的时代 我一再的说 谁能跟时代讨公道 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 上次我们说到了 他经历了这样一个被控诉 从帮助救助 就是那些被关在监牢里头的偷渡者 反而被控的情形 知道了两个机构 一个机构和他们内部的人员 对他们的反映 因为他们又另外开了一个律师奏楼 然后这对夫妇就被控 我就不懂的是 我们常说司法是公平的 你们明明没有涉入 这一个偷渡的事件 你的先生又是 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律学者出生 难道都不知道 怎么样替自己脱罪吗 整个的司法的过程 究竟有多久 我们再次的感谢陆宏大姐 来跟所有的朋友 述说这一段时间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问题 OK 我可以继续讲这个司法 到底怎么一回事 很多在美国的人都不明白 我没有亲身经历 我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给移民去打交道 带人去上移民法庭 然后回来 其实呢 这个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很多人看到的 所经历的东西 很多都是什么交通法庭 什么民事输送小法庭 房东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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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这是很多人就是有写很多东西 为了真公平 对我这种其实就是 他的家世法庭 是围不足道的 对 真的是围不足道的 这跟这些比的话 跟那个联邦政府的那个法庭比 那你根本是围不足道的 OK 联邦法庭的它是 它是非常的严谨的 它不像是州的最高法庭 那州的最高法庭也有 像是刑事案的 民事输送的各种各样的 他那就是说看哪一个部门起诉你 哪一个部门做调查 你就会在哪一个不同的法庭 如果是你在州的最高法院 刑事案也有贩毒的啦 也有抢劫的 一般抢劫 打架 这些东西都是州最高法庭的 它不到联邦的 联邦的它是洗钱啦 或者是联邦都跨州的 白领啦 一般做的白领比较多 你说那是联邦 那些都是联邦的 那贩毒也可以成为联邦 也可以成为州 就是看是哪一个部门 那个做你的调查 一般的最高法院的 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呢 一般来讲呢 它呢就是 就是可以陪审团啦 什么东西啊 就是会比较 比较松 就是我只能这么说 就它的调查的经历 它的经费都没有像联邦那么足 这个联邦呢 它一旦介入的时候呢 它的就说 你无罪 或者你根本就没做什么事 它可以用另外一个法律来控制你 我们叫conspiracy 这条法律呢 一般来讲在州法庭就没有 联邦有 所以说你自己犯了罪 好比说 一个人你犯了罪 你是他的朋友 你听说但是你 你从来没介入过 你根本没有做过这个事 你根本就无罪的 对不对 应该是你做了才是 但是联邦就不是这样 你要听说了 你也是有罪 这就麻烦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明白 这法律美国法律很公平 这不一样呢 不一样 我到现在 我到后来我才理解 就是 要告我的话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OK 你没有帮助偷渡 对 好比说 OK 那没关系 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是偷渡的 你就有罪 OK 那变成这样 所以我这个写说就变成这样子了 他们知道我没有帮助偷渡 我也没有这个 他们知道的 在整个审讯的过程当中 你们夫妇都说你们没有涉入 但是你们知道 这很有意思 对 你们知道他是偷渡者 对 就是 你知道他偷渡来的 那我就当时要反问了 我就说 我怎么知道 他偷渡不偷渡呢 第一 移民局第一个先知道 我们是后知道 因为他们移民局被抓了 因为被抓的时候 他要有一个程序的 比如你被抓你要作为口供 要两个口供 第一口供你是怎么来的 谁偷渡的什么的 他们全都有的 记录的 然后的话 第二口供就是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 你要记录 全部整套的 这个都很厚的 都是如果我们律师一旦进入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人发给我们 他会给客户签名的 然后客户接你出来以后 把这个交给我们 我们保出来以后 好比说 他一套东西都给我 这我就看到这个移民局怎么问他们 收多少钱啦 你付多少钱都有 那我说 移民局比我们还先知道啊 你为什么保他出来呢 你不放他就好了嘛 就那么简单嘛 那我们律师也就无所谓嘛 我们不用保他 你告诉我 他不可以保的 全部要在法庭上开庭 打赢了才能出来 打赢就送回去 那也可以啊 你不要保的 你要保 你同意给他保出来 我们把他保出来 不然我都有罪了 因为我知道他偷渡的 那你们移民局 你也应该知道他偷渡啊 你也有罪啊 那便说 说得通吗 那我就 当时我问题就说 为什么到底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对吧 问题是怎么可能 你去控诉移民局嘛 移民局不会被你接受控诉的 问题在这儿啦 对啊 我就跟 这个 纽约的联邦局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根本就不想想这个问题 他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你们夫妇在那个时候 知道这种现象 这种现实的现象 就是说联邦的东西 基本上 一面不大 你们都知道吗 因为你们 这还不知道 一开始我不知道 你们都还不知道 律师介入以后 才告诉我们才知道 所以即便是在法律专业里头 他还是有很多弱点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在美国 没有法律的观念 是差太多 我们真的都 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 你先生都不知道吗 那我先生就是 这个细节不知道 就是我们叫Gardland 不知道 他就具体一定要打过这个案子 所以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他非常limitation 非常limit的部分 他就是说 一个好的法律学校 出来的人 他就有很有能力去理解 如果法律学校 就很不好的 这个法律学校 他就很粗糙 所以他就这个 研究的这个能力不强 我们叫religation 这个引力不强 他呢就是李哈佛大学出来的话 他就有这个 生意能力强 他如果进入就干 他马上就找出所有证据 他觉得根据这个常识 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但至于他请什么条款 那是经常在变的 有时候这个条款变得通出来了 这个这个 conspiracy这个串联法 这个联作法 这个法还是 19哪一年的时候 克林顿上台呢 那时候才有的 他以前也没有的 问题在那 就是经常在变 你要适应他 这移民局也是经常在变 法律经常在变 所以你要适应他 就这样 当时他就说 你是串谋 串谋 我怎么串谋呢 移民局也知道他是非法的 他出来以后他要还钱 他们你们也知道 为什么你们放他 你不放他不就好了吗 就那么简单一件事 我们又不是 我们你们不放他 我把他从监狱抢出来 这不可能吧 这就那么简单一件事 而且呢我们 他们监管也当时说 我跟法官讲 我们这想不通 他们呢 好像就是说我们 希望他们进监狱 给移民局抓 他们想不通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这很简单啊 他们被抓了 我们才有生意 他们不抓我们没生意啊 这不是很简单 有道理 这还想不通 但是这个东西 跟他们讲是讲不通 他们呢 只是要诉一个榜样 他知道很多律师都知道 你抓了我以后 我不做了 多少人偷渡 还在继续进行 是 又怎么回事呢 是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但是我说心里话呢 我想讲一句话 就是跟所有的听众讲 听众大家也应该要互相体谅 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他偷渡 很多人这半轮都死掉了 这是我的 我是听到很多的故事 舍不得 他们虽然文化程度没有你高 你们可以从大学毕业了 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一样有知识的人 从另外一种渠道过来 当时你们会认为 到了美国以后 你们会觉得很不公平 凭什么他们政治庇护一拿就拿绿卡了 我们搞了半天还拿不到绿卡 OK 就每一个人都体谅到别人 不要显得就是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我从来不平伴别人 我也并不想瞧不起他们 是的 我虽然觉得有的 这是法律上面规定 公不公平 这是由法律决定 美国还是要遵守法律 这是我认为 我们俩还真是不谋而合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讲了 就是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提出这些所谓的 非法投赌这样的人很多 这种打工 就是说所谓的知识比较低的人 我觉得一点评断都没有 我们凭什么评断别人 你是知识 你是留学生 像我们留学生出来 不见得比人家 我们按照程序 规规矩矩 合法程序留在美国 但是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能够留下来 也是符合美国的程序 美国开了这个门 再开了这个门 这个政治庇护 所以很多人就说拿Medicare的人 不应该 因为他这么享受 所有美国的福利 我们缴的税都给了这Medicare 美国开了门嘛 对啊 你要你要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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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个 那个的话 你去跟那个美国政府去想去 你有这个能力就行 就想去 对 所以就是说 当然 就像我们两个观点 就是说 守法是 在这个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 他制定法律是不是一定公平 但是另外一回事 您讲这话倒是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学的要守法 但是您是 我不能说你是法律的受害者 但是你是一个在法律上被判罪的人 你还讲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来走一下 这个法律的从开始审你们两个人 抓到你们某某 不管人家什么误告或怎么样 总共到你们判刑 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 因为所有美国的这个审判的过程是冗长的吧 大概四年吧 三四年时间 那三四年的日子怎么过的来讲一下 对 这三四年时间 还在营业吗 律师楼还在营业 对就是把 我们不能说一走了之 这不对 对于这客户是不负责任的 继续那些接的案子 他已经被抢走一大半走了不是吗 也他觉得 但是很多人信任过 又回过来 还还是要找我们 对对对 这是我没办法 一定可能还有人在问说 那个 偷黑偷甜的人 另外开了 他们现在好吗 我不认为他们会很好 因为他们是 可能政府对他们有另外的起诉 你可能也有 就是我 据我知道 因为我那上去看 看了有一个档案 我就看到 联邦上就看了 我看到好像他们对他们有另外的那个 就是 但是希望就是 如果我们一旦上陪审团 上大厅 他们可以把他作为我们的物件证人 当然 肯定是 他可以当物件证人 他可以洗清自己很多的东西 对 他们都是找物件证人 这是法院 举世皆然 皆然的 他们就说 他们可以不判罪 其实做的坏事不是他们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事情都站在我们身上 OK 此时此刻陆宏女士 你仍然认为 你们并没有犯罪 对 但是因为你们碰到了这桩事情 在那个时候是一件大事情 在人人要立功抢功跟做成绩的情形之下 你们也符合了他们被判罪的原因 即便是这样 但你此时此刻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 您认为你们两个人 我没有罪 我到现在就 我就还是这么讲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到人家要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认罪 那就是一个问题 very good 为什么认罪 对啊 你为什么认罪呢 但是这就是司法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律师多半会叫你认罪 这个案子的这个地方 这个联邦的法律 他说啊 你只要知道你就有罪 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我在监狱里我才 我以为我是受冤枉的 哎呀我每天这刚进监狱里我是愁眉苦脸啊 唉声叹气啊我这个 我这个人不大会忧郁症 但是我真是觉得我真是 哎我心情很不好 一天到晚想找地方出气 想地方找这个出口 这位这位女士我们把这一段留到下一集再讲啊 因为监狱的故事又很精彩 你们你们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OK我们下都在讲 但是监狱的一段故事是我一直很想很想跟陆红大姐聊的 来这个就是说将近有四年的时间 你们进出法令 然后律师楼还在run 你们还是有income那个时候 这个income的问题在这儿 这个钱就不多了就一点点 因为你要付这个律师那个住手 还有住所在那儿 OK绝大多都走掉了 那么还是个房租你不能不付 OK 虽然把一半的那个计程里面一半都退掉了以后 但是你剩下你还是得付 要跟他们谈判 或者因为我们签了合约的 OK 你不能违约 I know it OK 你不能违约这是一个麻烦事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那别人该怎么办呢 这很多人还是找回我们 我说我们这个事 但是呢我现在又不能去法庭了 那他也可以去 但他从来就不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吊销律师执照 没有 没有 还在因为还没有被审判 还没有审判 但是我先生这是 以前都是不去法庭的 都是都是别的律师 就把判案这些 他只是在办公室 就是看文件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有的人去开庭之前 他要问他们 就是你的故事不真实啦 你要讲面给我听 我像法官一样我要问你啦 OK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他 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要找别的律师 去 那别的律师都要钱的 所以你要把钱给他 当然 但在这个期间的话 在我们的所有的银行的钱 全都给政府拿走了 OK 这是一定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俩就 真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连我那天到我们家里 连我这个侄儿 在学校里吃饭的午餐费 学校的小学里面 他也吃午餐费 都打破 把这个钱也拿走 他一分钱都给你留了 这是谁来 谁来 这就是smarting smarting smarting union smarting union 也可以拿可以去索票 去你家搜索 把你所有的东西搬走 把你的保险箱 什么都可以搬走吗 完全正确 smarting有这样的author 对 因为我自己是听过很多人 FBI一点都没有介入 你这个是完全 我听过的很多的FBI人士 大堂堂的进到 我就是华类的朋友 当然被人家控诉 真是狠狠地搜索一遍 把你家里的每一寸都给你搞定 是这么回事 是真的 那smarting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smarting aging 那天有没有很惊恐 我当时我已经被那个了 被逮住了 你们在拘留所了吗 拘留所了 就是在里面 我们办公室都 所以你们是一被控诉 先放到拘留所去 同时到你家去 对是这样子挖地三尺 对您的背景来讲不稀奇 那个时候不也对 就说然后连办公室的保险箱 你所有的账簿 银行的资金都被凍结 就被拿走了 就像充公了 对 他说你这是非法得到 因为你是非法得到 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定罪 都可以这样吗 都可以这样 对完全净确 只是你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 就是说你无罪 你在审判之间都是无罪的 No 这是千方夜谈的 OK 这不要去想了 这个事情 就没有 所以不要 你就一呆住你就是有罪的 为什么道理 他上面就写了 United States 这个美国政府控告你 这个名头很大 对呀美国政府控告你 他这个时候既有罪的 挖地三尺 连这个小孩一分钱都不留的 你想想看 怎么可能 他这个全都去拿走了 那段时间 在过程当中 我们说有好多的情形 你们 你知道吗 我想起这个文化大革命 吵架 就是那个样子 对呀 我刚不说 挖地三尺对你来讲 不稀奇 不稀奇 我当时就感觉到就像是文化大革命 那你就是文化大革命抄家就当时来抄我家就这样 你老公呢老公那时候觉得碰到这种情形 他的反应 他这个人就是他这个人的天真到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他 他的天真 因为我没有许个法律 我不懂 所以很多事我要依赖他 是的 对不对 而且我呢 本身英文上面你说要很精通这个法律文字 当然 不行 我讲这话还可以 但是 是的 我现在是我那天 江浩我就跟你讲我中文又不好 英文也不好 两边都不好 不过就是说那个这时候对夫妇两个人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在那几年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呢 他呢确实很祖上 OK 那比我要祖上多 他比你祖上多 因为你是经过大风大浪 对完全 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 去过西藏去过书县看到人生的那个最最贫穷 苦难的那种那种状况 我想 我想 也大不了吧 我这个人就这样 不不其实从我们这么七八级的访问已经大概大部分知道您是有这么一个个性 就是说 打不倒的人 那我觉得的我是打不倒的人但是我总觉得这是 这个冤气啊我这个简直是不公平啊我就是这么你这是我这个心里无法忍受的就是这样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个这口气 我受不了 所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说其实美国的法律里头 有很多是不堪文问的东西 你其实里头还是有一些的愤怒在里头 对因为 不是说 法律上面的 确实每个法官也不一样 法官 你看有的时候法官 我看到有时候电视上这个法官真的是蛮人情蛮善良我们看到很多网络里头的小男生 不那也不过就是一个 violation的 Ticket而已 但是可以看出一个法官的那就是联邦法庭也是这样 有的法官公平有的法官就是 不公平 有的法官并不像法官 有的法官就像是个检控官 那你们就是碰到了 我们就偏偏碰到这个法官是个检控官 那你有没有说人家人家正在是你老公会觉得你你这个女人的命太硬了你一辈子就没有过过一天好人就是跟着你要碰到那么多事 那但是就说那是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你们还是继续在让 然后在这个时间是最最痛苦痛苦 就是说 度日如年 完全正确 就说你真坐牢其实也就大不了了 心反而到很平静 很平静 就在煎熬等待 对我在煎熬的时候 最最煎熬就是在等待 我觉得我跟所有人都要讲 就是我跟以后 跟美国人也要讲到这一点 是的 真正 你判刑之前 这个是最煎熬的时候 是最最 不堪忍受有很多人受不了 要自杀 到底在这 Exactly 而且你真正判刑了你坐牢了 也就这么回事了 也就 也就这么回事了 我觉得大姐这个地方说到一些相当重要的点 就是说 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磨死人的 而这个磨人的过程当中是要把人 逼到绝望的角落 然后你怎么样在 就像你说的 判刑就判刑了吧 对 就是这个等待的煎熬 是非常深刻的体会 那个时候 你自己 你们自己怎么在 一次的 希望 失望 希望 失望 我相信这样的例子蛮多的 对 比方举个例子来讲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种痛苦 确实 我是一辈子忘不了 那种煎熬 是那种 而且你还去找律师 你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 哪怕你先生再好的律师 你也得找律师 你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 我们去找的律师呢 我先生呢就是 就是书呆子 书生气 就麻烦在这个地方 他认为哪个律师好 其实那个律师又不接 后来又介绍另外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呢 他把钱 就是我们 在营业 还 剩取一下钱 在营业的时候 这个钱呢全都要供给他 每个礼拜去 每个礼拜到他那个 到那个 他这个律师房间的时候 就是 读给我那个那个 检工官这个起诉状 这个露鸣奶爸爸 读一遍 我说你读一遍干什么呢 我说我也听得懂啊 哎呀那是钱 你们搞错呀 对他就是这个钱 一个小时没有了 他你这个今年我每个去都要把这个钱给他 然后我们自己又没有什么钱了 政府全都收光了 银行的钱 一分都没有 这还要每个月把这点钱要给他们 这个时候呢 在而且在这个期间 我小孩出生 OK OK 小孩出生的时候呢 大姐 打断一下 您提到了小孩出生 这四年当中就是之前你们在过程当中都没有机会怀孕 那个时候怀孕 小孩出生 而且 生的是一对双胞胎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也许不是很礼貌 有没有一种情形是你想要借着怀孕 生子 想避掉一些法律上的东西 有没有这种私心存在有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很自然的 不是我就给你讲为什么 OK 我呢一直想要孩子 OK一直想要孩子 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前面有两个女儿 是 OK 他认为呢 我已经有 也我已经有了 我不需要 在那个 但是我没有孩子 对我呢 他不同意的话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我不勉强任何东西 OK 有个性的女人 我觉得我不能勉强别的人 是的 但是后来的以后呢 到后期的时候呢 我先生经常看到我 看着你的小孩子跑来跑去 我就老是盯着人家看 我先生就说好像你很喜欢小孩 那我们就 试试看吧 OK 他同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 那是已经很后来了 OK 就是 判刑之前的 几个月 真的 还不知道这个事呢 我不知道会判刑 还不知道会判刑 也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 是 这个事我们发生 我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这时候去医院啦 就是做很多的 化验了什么七七八八糟 已经在折腾了 这次是发生了 这个事发生 我这样我不能停下来 如果万一我判刑 都坐牢的话 我更没机会了 所以我还继续进行 就是没有停下来 那时候还不知道会被 没有错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那日子那时刻是什么 所以说 当时后来的时候呢 怀孕的时候呢 虽然在很痛苦期间 当然 最后我怀孕的时候呢 那天我先生坐在 这个办公室 进去 我电话打过来 我说我怀孕了 我先生说 是吗 我说啊 我说 什么化验学 我说可能是两个 我现在就近带了 也没说很高兴 两个 我怎么一样啊 我一个好像都那个 两个 但我就很高兴 那时候我就 当然 很开心了 就是那个心情啊 就把以前 这个时候已经在进行 所有的委屈 委屈啊什么 你这我有个新的希望 不是新的 我没什么新的希望 我就说 我有原生 我觉得 我就是跟我先生讲 先生讲 我希望 有一天 孩子叫我妈妈 我这个女人的一辈子 我真的有一个人叫我妈妈吗 我说 我说 这种感觉是很棒的 哎我说 我说我前面的两个就是妓女就是 我先生两个女人 他不会叫我妈妈的 不可能的 他不是 他 他认为我是很轻 因为他知道我对他们很好 我一直资助他们 但是他不会叫我都叫我名字 这当然是 他只是叫我 他只是叫我这个名字 但我就感觉到 很外 我就觉得 有人叫我我的孩子叫我妈妈 这是 感觉一个人生 因为我做一个女人 虽然我很强 强悍 但是 我还是 离不开 一个女人 我还是觉得 有人要叫我妈妈 我心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才完美 我做一个女人才完美 完整 就是说是完整的一个人 这就是我心里想可能也是很奇怪 OK可能有的女人说为什么到底一定要有孩子 你有领养一个孩子 对 可能领养一个孩子 我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 希望我自己生 生小孩 所以这就是 我想的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到底我要这个小孩 但是这个法院里面 就不理解了 当时我们被 被抓的时候 他手铐靠着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靠我 很莫名其妙吗 你没有罪吗 我说我做了什么事了 他说你可以有什么的 你可以 你可以 然后到了里面 以后再问我 你偷渡 我说我偷渡 我偷渡谁了 我说我这什么好处啊 偷渡 我一分钱没拿走我帮人家偷渡干什么 我说别的事情还做不完呢 而且我们这个 就说我们黑钱 我说我们有 三分之一的案子 是破产了 离婚了 很多别动的案子 又都不是偷渡的 为什么到底说我是那个呢 因为你有 我说 我说这很不对嘛 很不公平嘛 是的 他们不在乎 他们不管你 问题的 法律上有没有公平 这是另外一回事 OK 我那时候碰到的就是一个 你碰到你就碰到了 时代的一个 刚好 刚好 你是个出头猿者 打击你一下 警告别的律师 可能 可能这个 这个原因 这是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 OK 这还是 A情告诉我的 不是我做的 他们告诉我的 他们只是要输吧 我说可以 你不是要抓我吗 你说是偷渡吗 可以啊我给你合作啊 你要我帮你 我想办法帮你去找名单谁偷渡啊 想办法打听啊 我说我可以做的 哎我们不要你 不要你合作 就这么 很明显的 钓鱼执法 中国人叫钓鱼执法 这个比钓鱼执法还恶劣 是的 那么你说 我说我同意给你合作 我当然讲了 我同意合作 你要我怎么做我帮你啊 我说我帮你合作 我的效果比别人好呢 哎我们不要你帮 我们只是要把你判 只是要判你 他话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 那你有什么话想 他说 我说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那时候已经知道 被判刑的日子是 不可避免的 对你已经知道这个情形 我当时还不知道 我说我可以辩论 你可以继续再讲 我说我跟法官讲吧 我是说我偷渡 说我绑架 当时法庭上 从那天开始我才毁灭 因为那个律师在问这个法官 那你这个罪里面绑架罪 他绑架谁了 问法官呢 他绑架谁 你绑架有证据嘛 我们不是讲在中国也要做证据 你绑架谁要有证据 总要有证据吧 在中国也是一样美国也应该这样子啊 你绑架有证据我绑架谁了 你说这个法官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你不需要知道 他绑架了谁 你起诉我绑架 但是你告诉我 我不需要知道我绑架了谁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这个法官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你不需要绑架谁 你不需要知道他绑架了谁 但是因为的确那个时候偷渡者有被绑架有被拘禁的Case吗 完全拒绝是有的 是的 是有被拘禁 因为我刚才就提到 很多的妇女也好 很多就因为 因为互相抢嘛 手头之间抢生意嘛 他要绑架嘛 就那么简单 但是我绑架干什么 你起码一点 你绑架你要有证据 不在乎 他不需要你 你不需要知道你绑架谁 他就这么跟我讲 那我这么一说 法官都这么说 那我没话讲了 所以说我就 在那个时候开始 你知道 我知道你再讲也没用的 所以这个律师 后来我们找另外 单独又另外就 找个律师给我 就是我跟我先生要分开 OK 那个律师就跟我先生讲 想办法诬陷我 然后他不罪 我先生当不同意了 他不知道的 这个法律的现实跟残酷有多么 真的多么残酷 真的OK 他不同意 你现在有不同意 这怎么可以 也不可以的 有的 因为律师 只对 对我的暗主负责任 你懂吗 他只对我的暗主负责任 对 他说 你只要把这个人全退到我 就可以 他可以脱罪 亚洲女人还真是很难 他这么说以后 这我先生后来告诉老师 那我不可以这么做 怎么回 没这回事 这个 我想想就是 我现在在 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很好笑 当你是之后 我等于是 带你再走过那一段伤痕 可是对你来讲是 还好 不过 我们今天又得打住在这个地方 经过了这将近四年的时间冗长 我刚才就像陆红女士说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所有的人而言 那是一个最大的煎熬 和磨难 你在等待宣判的那个阶段当中 然后他终于知道 当法官说了那样的话时候 他已经知道 没有希望 但对于一个 医生想要做妈 想要被人家叫妈的一个女人 他有权利 拥有自己的孩子 而当他 一怀孕之后 就面临这样的情形 然后 当他生完孩子之后 是立刻入肩服刑 从这么多个礼拜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陆红是一个多么坚异的女子 虽然他里头有许多的愤怒 但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落泪 或不是一个轻易会低头的人 而满腔的怒火 可能随着现实的判决 让他不得不接受人生 如何的从二十五年的刑期 变成八年的刑期 而他生下了这一对 双胞胎之后 他必须入肩服刑 法官也不允许他亲自的乳养自己的孩子 他告诉我 他经历了个人生那么多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 没有掉过泪 当他在监狱里头 想到这一对儿 这一对女儿的时候 泪如雨下 这是一个做妈的心情 这个妈在入狱之后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我们下个礼拜和您再聊 谢谢您今天晚上的收看 同时我们也在一起的感谢陆宏大姐 我绝对相信 这是在华人世界里头 第一个 把自己这一段的往事 揭露在公开的荧幕前的 而真正进去之后 是经历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听他在说 祝福您晚安 也再次的谢谢你 OK 谢谢江河先生 能够有这个机会 你还这么理性 真的了不起 拜拜 拜拜